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香港已经成为中共的一个城市 那么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台湾 看看中共,习近平如何对待台湾 目前很多人认为在近段时间有可能中共会武力放台 习近平胆子越来越大,不排除中共目前不会向台湾出手 因为习近平还需要平稳的过渡到二十大 中共现在重点放在对内部的维稳 对外部呢,它则是对台湾议题划出红线 也就是一直在吓唬台湾 目前它是这么一个策略 但是有可能呢,中共会开始现在布局 来一个里应外合 怎么一个里应外合呢 等一下咱们再跟大家分享 目前呢,香港已经被中共完全控制 中共现在盯着台湾 有可能间于2021年到2022年就开始布局台湾 这个中共其实现在一直都在布局啊 就像当初的2018年 中共对香港有步骤的控制是如出一辙 很可能会这样 但是我经常说 中共有没有二十大都是一个未知数 台海局势近年来是紧绷不时的 传出北京可能会武力侵犯台湾的消息 很多人都在谈这个问题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 他对此也发表了看法 吴嘉隆先生的观点呢 是北京在转移视线 他说中共如果在无牌可打的情况下 则在台湾海峡创造危机 甚至是对台湾开战 北京现在盯上了台湾2024总统大选 因此将会进行铺排与这个运念 吴嘉隆在脸书上表示 当国家内部出现了重大问题 其领导人面对着重大压力时 通常会乐见来自外部之冲突 因为可以转移视线 这个其实中共确实也这么干的 当年这个邓小平跟这个印度打蛋 就是因为转移视线 他内部出现了危机 他说领导人可以同时依靠 外面之共同敌人 团结内部之不同派系 然后一致炮口对外 当然这个是吴嘉隆先生的认识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是 中共和监派的生死斗 不可能在团结 在一致对外 他们两派肯定有一个人得灭亡 这个是绝对的在2021年 当然有很多专家也认为 习近平有可能在两年内 这个打台湾 这个我个人觉得不大可能了 但是中共他就是这么邪恶 如果说他真干出来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比较左 比较蠢嘛 所以说咱们也很难去判断 但是以目前正常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习近平是绝对不敢的 因为他要寻求三连任 他得先保住他自己的命 然后才去望险做白日梦 拿下台湾 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对台湾问题 大作文章只是做给老百姓看的 做过姿态而已 目前显然习近平去冒险 跟台湾开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习近平没有这个魄力去放台湾 我觉得他是绝对不可能的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 刚才咱们提到 中共有可能会用一招理应外合 这种是很有可能的 这也是中共最擅长 成本最低的一种方法 中共在台湾的特务和代言人也不少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中共在专自由民主的控制 我估计中共会分化台湾社会 2022年是台湾地方大选 每到这个时期都是检视执政党 每次结果对执政党先对来说都不利 可能在那个时候 中共对台湾将会有连续新的动作 如果习近平三连任成功的话 中共会在2023年至2024年 用尽办法影响台湾整个趋势发展 与言论走线 也就是想利用台湾内部的这些特务和代言人 影响台湾的整个社会 可以预期到将会对台湾频频有动作 甚至侵犯台湾 台湾人一定要注意在台湾内部的中共同路人 也就是中共的特务和代言人 他们会群起理应外合 搞垮台湾社会 专家认为这个趋势比较明显 从台湾政治安全经济与国际活动 目前中共正在预念当中 在2023年以后 有可能就会进行这种邪恶的动作 企图影响台湾总统大选 因此在台湾2024年的总统大选非常重要 谁当选总统变得非常重要 可能在两岸关系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 如果说2020年是美国、中共、台湾政治之首个分水岭的话 那2024年又再面临重要分水岭 选择指望美国希望现在是很小很小 因为它现在是拜登政府 郭毅仁先生认为 2024年的关键地位大于从中共1949年建政 国民党也退守台湾 并造成两岸分割 与各自诠释所谓一中原则以来的最重要一年 当然首要的问题就是 中共能活到2024年 这个概率很小很小的 几乎活不到2024年 郭毅仁认为 过去北京不断围堵台湾与国际间的活动 包含于2013年 近在海南划出了航空识别区 此举除了有国际扩张之企图外 台湾更是当中的关键 他解释说是因为南海之北边为主要之战略地带 水深越600公尺 是潜艇要作战之重要区域 亦是北京对抗美国潜艇之处 郭毅仁强调这一块区域正好被台湾的东沙岛梗在中间 这就是中共军机为何不断切入 侵扰既定防空识别区就是意图切断台湾与东沙岛的联系 这个是郭毅仁先生他的观点 刚才我们提到中共将干扰台湾总统大选 很巧合的是美国的总统大选也同样是2024年登场 到时候谁为美国总统在国际战略布局上也极其关键 也就是说对美国和台湾都是关键时刻 如果穿越2024年或者2022年回归 那中共什么戏都没得惨 如果中共还有2024年的话 美中台三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 他们怎么去面对 那就很难说了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我认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台湾跟美国面临政治生态一个很重要的分水里 美中势力的消展会影响未来几年 这个非常重要 更深切的影响着台湾的未来 预料间是高潮迭起的一年 其实习近平现在为了20大连任 已经斗得你死我活 2021年中共在前大外部压力和重重危机下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场突然的出乎意料的事变 导致中共垮台 红潮瓦解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今天谈的所谓2024或者说2023 2022 这只是我们现在在谈的或者推演的一个过程 其实中共能不能走过今年真的很难说 所以说呢 中共想得到台湾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了 但是台湾朋友一定要注意 中共它最擅长的就是理应外合 刚才咱们提到了 就是动用它在台湾的代言人 或者台湾的特务来分化台湾 明年呢是台湾的地方大选 2024年是台湾的总统大选 所以说在这几年 中共肯定会干很多坏事情 但是目前我觉得 中共所谓的军机扰台也好 大作文章这都是做给国内的这些中国老百姓看的 五毛看的 接下来在明年 2022年 有可能如果说中共还没完蛋的话 有可能他会使坏招 对台湾分化这个社会 这个是有可能的 呃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 希望中共呢 在今年能够打台咱们过上正常社会的生活 我是启明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麻烦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